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解盘 那昨天的美股有出现一个拉尾盘的动作 所以台股是顺势开高 但是呢其实在整个市场上 它的多空的这个讯息还是持续的在做一个拉锯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大盘会是一个横向震荡的格局 那今天的量的部分 一样就跟之前一样就不足以上工 但是我觉得持稳来讲的话应该是足够的 那盘面上聚焦的应该是在这个营收成长的部分 但是请记住是成长 就是不代表说公布的五月营收好 它就一定会好 比如说像是何瑞亚 这个应该是属于涨多的一个修正 那先前的一波大涨反映的 先前的一波大涨反映的是五月营收的部分 因为股价是反映未来 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今天的一个涨多的修正 我想整个五月份营收公布之后 毕竟它已经是过去式了 所以基本上呢 过去的应该都已经在股价上有反映了 所以像这种涨多的修正其实呢 目前看起来 尤其有一些中小型的这个 之前比较标悍的一些个股 目前都出现一波的拉回 包括预创 甚至是3260的威刚 所以基本上讲的话呢 你会发现其实今天投资的一个气氛上面 有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当然其实我想像这种业绩会成长的股票 比如说像低润模组 威刚你今天看到他拉回 其实我认为如果你把他的技术的那个 均线打开来的话 今天是跌破五日均线 然后呢我想 大概震荡一下 平台区间没有破 其实拉回平台区间是可以留意布局的机会 因为其实今年的低润的部分 我想应该是足迹 一季会比一季的好 那当然其实 如果说看未来的角度 未来会好的有没有 比如说像是这个经电 经电的营收重回这个历史新高的水准 那法人也预估第二季的部分 这个经电的这个营收会有三成以上的成长 那我想传统旺季的部分是 第二季第三季是传统的旺季LED的部分 所以你操作你可以选龙头 晶电或易光 但是如果说以获利的角度 我会建议这一档 滑星 那因为滑星的部分 昨天是出现一根比较长的黑K棒 那目前压力 短线上的压力是在五日均线 只要站上五日均线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多方转强 但是不管它站上或不站上 其实我认为说 以它营收包括毛利率成长的角度 甚至这家公司财务非常透明 它在10号之前都会公布字节单月的营收 单月的获利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财务这么透明的公司 其实逢拉回我认为说都可以做留意 因为毕竟它的一个营收是五月创新高 六月七月八月九月都会创新高 包括毛利率是不只营收创新高 毛利率也是出现往上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营收在未来会创新高的 股价会创新低 这个是从来没看过的 所以其实逢拉回大家可以留意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那可成今天的跌幅比较重 可成今天跌幅比较重 那几乎是拉回到先前的起涨点 大概在155附近 最低来到154.5 那如果说手中满手可成的 我会建议因为外资现在持股满挡 那今天虽然这个关键价没有过 那短线上市的确目标价有必须往下调的这个动作 但是呢我认为外资持股满挡 他们不会砍自己的股票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会追杀自己的股票 所以再怎么样都会有一波逃命波 所以跟先前联发科一样 联发科之前技术面转落的时候 我也建议大家说稍微要出一下 那当然可成来讲的话 我认为说反弹 反弹你必须就要留意 是不是有这个短线上必须要出场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你不需要去做一个杀低 你可以等到他逃命波做出来反弹之后 你再做解码的动作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是操作建议跟一些个股的推荐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